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 在电路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件 称为电感 那电感在电路里面的主要功能呢 因为电路的电流呢 可能会发生变化 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电感呢 来调整它的变化 这个设计呢 我们就称为电感 那实际上呢 电感就是一个电流会变化的一个线圈 因为我们了解当这个电流通过线圈的时候呢 它会产生一个磁场 而这个磁场呢 直接穿过这个线圈 那所以呢 线圈的磁通量呢 就会受到这个电流的影响 那因此呢 当这个线圈的电流要是发生变化的话 那线圈的磁场呢 就发生了变化 那磁场一发生了变化呢 它的磁通量就跟着发生变化 所以线圈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那线圈本身产生的感应电动式呢 又会产生一个电流 就线圈本身又会产生一个感应电流 那利用这个感应电流呢 再来调整它本身的一个电流的变化 那这样的一个机制呢 我们就称之为电感 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公式 因为这个线圈本身的电流有发生变化 所以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电力呢 它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式 因为它电流发生变化的话 磁通量跟着发生变化 那这个L呢 就是这个线圈 它本身的这个电感值 那因为它本身的电流有发生变化 这个变化呢 是属于质感的部分 质感的部分 所以这个L值呢 就称为它的一个质感的 这个部分的电感值 它的单位呢是横力 那你从这个公式当中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当这个电流变化越大的时候呢 当然很明显它的感应电动式是越大的 那所以这个电感呢 如果是越大的时候 因为线圈本身的电流发生变化的时候 而且变化量越大的时候呢 它的电动式是越大的 那电感越大的时候呢 越能够抑制它的一个变化 OK 因为这是我们根据冷次定律来研判 因为线圈本身的感应电流的方向呢 一定会跟它变化的方向是相反的 我们来看它的物理意义 就是对一个 已知电流变化率的一个电感器来说的话 就是电流会变化的线圈呢 就是一个电感器 那它的质感的值呢 就决定了这个质感电动式的大小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质感值 就是质感的电感值呢 如果越大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感应电动式呢 一定是越大的 问题是最主要是说 感应电动式所产生的电流方向呢 一定会跟这个 本身的电流 变流的方向是相反的 那换言说 如果你本身的这个 电感器的电流 如果是增加的话 它的感应电动式负的 那负的的话 这个时候它的质感越大的时候呢 它所产生的这个 反方向的电流也就越大 越就越能够抑制 它的一个电流的变化 所以整个电感 在电路里面的设计呢 就是能够抑制 它这个部分的电流的一个变化 好我们来利用一个立体呢 来说明它的中间的 产生的一些机制 我们假设有一个这个 100个毫亨利的一个电感器 就是它的电感值 是有100个毫亨利 那当它的电流变化率呢 达到每秒钟呢 会减少100个安培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求它所产生的一个感应电动式 所以根据公式呢 它的感应电动式呢 就会等于负的 那这个一个mini的话呢 是代表10的负3次方 我们就用100呢 乘上10的负3次方 再乘上它的电流变化率 就是负的100 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知道呢 它的所产生的感应电动式呢 是这个负的 就是正的 就变成10个伏特 那这个电动式呢 是非常大的一个电动式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 一个正向的一个电流 正向的电流 因为它的 它的电流是每隔一秒钟呢 会减少100个安培 那因为它的电动式非常的大 而且是正向的一个电动式 所以它会产生一个正向的电流 立刻就可以把它减少的部分呢 把它再把它调整过来 调整过来 而维持在电路里面 维持那一段呢 是产生一个比较 去向一个稳定的电流 好 那有关这个电感的介绍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明镜与点点栏目